保瓶茶室风暴震惊全台 短短12小时就引发肝胜衰竭 猛爆性肝炎 甚至有人败血性休克死亡 现在家护兵房里的重症患者 年龄曾落在40到53岁 正是中壮年 却依旧挡不住猛烈毒性 各大院医师也都坦言 这是台湾首见案例 不少专家把矛头指向米酵菌酸 但这毒素到底从何而来 是不是储藏的环境出了问题 无意中达到这个 适合它的生存环境 买的这个原料 如果是从中国或印尼的一些原料来 其实就大大增加酵菌酸的机会 恐怖的是米酵菌酸无色无味又耐高温 大多来自玉米和黄豆制品 以及米或椰子制成的发酵食品 因保存不当产生毒素 只要一毫克就会导致死亡 致死率达到40%甚至100% 跑了一天两天或是三天左右 那他们的泡的温度 大概就是22到30度 专家也提醒三类食品是高危险族群 菇物类制品或发酵品 像是和粉 肠粉 棉糕 玉米淀粉 以及薯类制品 粉条 干薯面 红薯淀粉 还有需要泡发的黑木耳 白木耳 都可能因为环境卫生不佳 泡发过久引发变质 造成米酵菌酸滋长 在一般的烹煮来讲是没有办法把它破坏 我们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分辨 常常吃这些东西的人 它可能会分辨出来 味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前台大气症主治医师李建璋建议 短期之内重复加热的米食或面食 都应该要小心避免 记者余生行操 文灵台北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